在法国南部海滨有一个特殊的小城 说的特殊是因为这里人们大都奉行天体主义 不管是上街购物还是到海边晒太阳 他们都喜欢一丝不挂坦诚相见 正如如此 这里也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天体主义者 人们在这里尽情地放飞自我 就连女性也不例外 而这座城市就叫做阿格德角 大家好 我是热心读者 又大家见面了 在节目开始前 帮我点个赞并关注一下吧 谢谢了 阿格德角位于法国南部 距离马赛不算远 从上世纪50年代起 阿格德角就成了天体主义者的殖民地 这里有着原始的沙滩和灿烂的阳光 第一次来到这里的游客 一定会产生一种错觉 我到底是穿越到了原始社会 还是来到了伊甸园 为什么这里人都不穿衣服 我穿着衣服来到这里 为什么会受到居民们看怪物一样的目光 事实上 如今的阿格德角会成为天体之城 而且 还有幸夺得一个世界之怪 世界上最大的天体城镇 在这里 任何人都可以一丝不挂地去超市 餐馆 理发店 面包店 甚至是银行 不要以为大家都不好意思来 事实上 为了方便游人前往 这里不仅有火车飞机直达 还有每天数趟的巴士 往返于里昂和这个小镇之间 不过来了之后 想进来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这里不仅有层层关卡 而且 阿格德角每天只接待四万名天体游客 如果是开车自驾前往的 随着老远就能看到一个法文的牌子 上面写着两个大字天体 这时候 想进入光着身子进入小镇的第一道关卡就要来了 会有保安人员上来提醒你 如果不是真心实意来的 请快点离开 因为这里不欢迎只想一包眼福的人 第二道关卡是面向那些非会员人士 如果不是会员 是不能开车进入小镇的 必须先把车停在指定地点 然后光着身子步行进入小镇的售票处 这时候 你就可以领到一个戴在手腕上的塑料吊牌 再步行回去取车 再开车进入 这个行为的目的主要是让游客试试水 提前感受一下无拘无束的感觉 至于第三关 可能对单身男性们不太友好了 因为之前有变态狂 偷偷潜入过小镇骚扰女性 所以现在想进入小镇 独自一人是不行的 必须有个女性陪同 这三关都过了 工作人员就会告诉你 圆取守则 比如学习并练习 放开怀抱 让身体自然接触空气等等 对于世界各地的天体爱好者来说 这里简直就是人间天堂 至于很多人好奇的 不穿衣服 感觉冷怎么办 其实当地也是有对策的 感觉寒冷的人可以穿上各种样式古怪的衣服 比如在屁股的位置 挖个两个大洞的裤子 以此来表示一裸到底的决心 在正式进入小镇之后 游客可以选择在海边搭帐篷 大多数会员都会在小镇的海边 租下一个位置 有空就来 到了海滩上 人们从不会担心自己的体型是否好看 是不是苗条 男女老幼都坦然自若 相处十分的和谐 毕竟在这里 所有人都是一样的 没有人关心你肚子上有多少坠肉 大腿到底性不性感 当一天的行程结束之后 小镇里的人都会去统一地浴室淋浴 淋浴间也没有门不分男女 人们在这里洗掉沙子之后 就会回到自己的帐篷里 一觉睡到大天亮 每当节假日的时候 这里还会举办各种活动 比如爬山露营 或者假面舞会 当然 参加聚会的要求不用读者说 大家也都明白 只有一个 那就是别穿衣服 关于天体这件事 虽然是人类的本性 但对于接受了现代教育的普通人来说 还是有些难以接受 像是中国人 大多只能在夜黑风高的家里尝试 甚至都不敢让第二个人看到 读者最早的时候 也无法理解这群天体主义者的思想 毕竟 人类和动物最显著的区别 就是穿衣服 吃熟食 怎么到了 自诩更发达先进的西方 还开始反族了呢 这个问题曾一度困扰读者许久 但好在读者最终还是找到答案 西方文明起源于爱情文明 早在古希腊时期 大街上就处理着健美男女的天体雕塑 现如今在卢浮宫或者大营博物馆里 也收藏着许多那个时期的雕塑 大家有没有想过几千年前 当统治者第一次 把比例完美的光屁股雕塑 立在大街上时 城里的公民怎么想 会不会脸红 可能不会 因为他们看天体已经习惯了 最早的奥运会召开时 所有的运动员 其实都是不穿衣服的 当时的统治者说 奥林匹克山上的猪神 喜欢健美的人体 所以我们要光着跑 以此取悦诸神 其实他们欺骗了公民 毕竟世界上根本就没有神 君主希望人民不穿衣服 除了希望祭祀看女性的身体之外 最关键的目的 就是以此来监督男性的身材 大家不要误会 统治者没什么特殊的癖好 他们对男性身体感兴趣 只是希望拥有一支强悍的军队而已 在古代没有热兵器 打仗要靠人抡着胳膊护物 身材高大的身体健壮的 自然更有优势 但穿着衣服就看不出谁的身材更好 真如此 古希腊人才崇尚赤裸 反观中国自古就以裸露为羞耻 大小姐让人看见一个手腕就算失身 看到露大腿更是能当场跳河 根本提不上什么人体美 到了今天 虽然中国的青年男女也在积极锻炼 但想要开放天体城市 还是不太可能 这就是东西方文化差距的一个体见 我们接着说回阿格德角 最初一部分天体主义者聚集到这里 肆意的张扬个性 不受世俗眼光的注意 但近几年 这里的天体主义也开始变味了 变成了什么味道呢 当然是染上了一抹荷尔蒙气息 毕竟光着身子 满大街跑 实在是很难不让人联想到原始的冲动 如今的阿格德角 成人产业越来越发达 稀奇古怪的服装店 桑拿房 成人夜总会 成人舞俱乐部 换期俱乐部 一切和封锁产业相关的场所 在这里堪称应有尽有 阿格德角也正是从天体之城 变成了名副其实的自由之都 就比如阿格德角的最大度假村中心里 曾有一个家庭公园和游泳池 但在2005年 这些设施都被拆掉了 缺而代之的是酒吧 夜总会和一个情侣专用的特殊场所 当然了 这里的天体主义者 始终在为这个城市的灵魂而战 因为到这里浪荡的人越来越多 早已违背了天体主义的初衷 居民们抱怨说 换期俱乐部提供服务的旅馆等等 信了大批放荡者和偷窥者 一群恶郎寺的男人门风而来 专门盯着这里的女性天体主义者 在一次市政厅会议上 一位议员感慨说 个别变态在公共场所自由的嬉戏 他还说 当阳光普照时 阿格德角有一块地方 变成了欧洲的自由之都 除了天体被染上了黄色之外 随着恐怖主义活动升级 阿格德角也引起了很多圣战分子的注意 这种主张解放 尤其是女性可以主导身体的行为 在伊斯兰恐怖分子看来是大逆不道的 所以小镇里也增加了许多穿衣服的人 那就是国民宪兵巡逻队 他们的出现其实很有必要 2009年 阿格德角发生一系列 针对成人俱乐部的纵火案 地方当局认为 这是一种针对天体主义的袭击 2016年一名法国圣战分子威胁 要在天体主义者聚居地 发动袭击 因为他不喜欢看到数百个雪白的屁股 这名男子在法国南部 开了一家以枪为主题的餐厅后 因为美化恐怖主义 而被判入狱18个月 在狱中 他多次告诉狱友要炸了阿格德角 理由是人们展示天体是不道德的 是那些裸露的屁股刺激他 做出了这样的决定 作家克拉克曾经说 一般人的天体不会令人兴奋 看到一堆肉体 只会让人感到晕眩 不知道大家敢不敢去这个法国小镇 体验一下这种晕眩的感觉 不过说到底 读者最关心的 其实还是这些天体主义者 不穿衣服逛街的时候 到底怎么付钱 好了 本期内容分享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